我覺得大綠小綠之間 其實糾結是很難解的 因為只要到了選舉 要爭地盤 爭政治地盤 就必須要拿出看家本領來 台灣就是一個屬人頭的一個環境 有一個是叫做邱顯智 就是現在他們時代力量黨的黨主席 他的選舉區在新竹市 其實這個選區就跟民進黨的萬年總召 柯建民是同個選區 柯建民跟這個邱顯智的選舉非常熱鬧 這個邱顯智的選舉就完全是打柯建民 為他的主要對手 那麼把柯建民說的是一個黑金的共同體 他做過什麼醜事全部把他講出來 所以搞得柯建民很不愉快 但是最後選舉的結果柯建民還是選上了 僥倖通過了 所以以低票方式通過了選舉選上了 在2016年剛上任的立法院 柯建民拒絕了時代力量的要求 那麼我記得當時的新聞 還跟時代力量黨的這個總召 叫徐永明吧 有過很多的爭執對話 在媒體上面的出來 從此不斷就是時代力量不停的去攻擊民進黨 所以我認為從歷史來看 時代力量跟民進黨小綠跟大綠 其實有很多的不滿在心中 也不斷的去挑戰對方攻擊對方 但這個時候尤其到這個節骨眼 是為了拼出看家本事的時候 是為了爭地盤的時候 這樣的攻擊這樣的指責 我覺得不會終止的 反而可能會變本加厲 再繼續的嚴重下去